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丽美食机 红薯洗干净,然后用削皮刀把皮削掉 去头去尾,再用刀切成段 再切成厚一点的片 最后切成条 放入盐水中泡五分钟,这样红薯不会变黑 控干水分,加入两勺红薯淀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锅内倒油 油热后倒入红薯条 用筷子搅拌一下 炸至红薯电软上色捞出来控一下油 然后开大火再把红薯倒锅里 复炸一下,这样炸出来的红薯条特别的酥脆 炸至两面金黄后捞出来控油 装入碗中就可以吃了 美味好吃的炸红薯条就做好了 喜欢就帮你转发 关注点赞 感谢大家的观看 Friday 咱用筷子搅拌